身穿帽T戴白色口罩 SBL球星吳继颖陷入打假球风波 被士林地坚书检察官 只能迅大约两个多小时 检方以赌博诈欺等罪嫌 预令二十五万元交保 并且限制住居 面对媒体提问全程不发一语 吳继颖先在十七号全程配合 主动到刑事局说明案情 没想到十八号警方 这一次到吳继颖住处才发现 他因为心情不好 仍在新疫区某间旅馆被警方带回 吳继颖球员生涯短短三年 如今却被爆出涉嫌打假球 配合地下组投 对此吳继颖所属的台皮篮球队 发出声明 表示对于此案皆不知情 吳继颖已经自请离队获准 而蓝协召开会议后 确定注销吳继颖的球员注册 蓝协所属球团及各联盟制后 不得录用 案件爆发后 外界更发现 他的收入跟花费根本不成正比 吳继颖离开玉笼 转战台皮后 生活还是过得很优渥 不但住在台北市闻山区的豪宅 出入也是百万名车代步 根据了解吳继颖住在闻山区 景美捷運站旁 一瓶要价七十万的豪宅 总价高达三四千万 二十四小时保存管理 距离他台皮训练基地 走路只要九百公尺 方便他练球 只是新手球员基本月薪只有三到五万 只靠球员薪水 根本无法负担豪舍生活 吳继颖前途原本一片光明 如今却为球坛投入一颗震撼等 华氏新闻SNG小组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